有一天我在布鲁克林区韩小说的公寓和他聊天的时候说 我一直打算拍美国南方题材 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试着拍一下美国深南部的华裔美国人呢 一种熟悉的叙事方式就是把亚裔美国人说成是模范少数族裔 具体说就是亚裔容易取得较高的成就 这是一种刻板印象 我们在旅行中看到了密西西比和三角洲地带的很多华人为当地做出的贡献 不论是自己开一家小店或者是作为国家宇航局的工程师 为阿波罗13号登月计划设计登月舱 我们在大城市里谈到亚裔的时候 很少会想到这些人的故事 史蒂夫叶的故事很特别 他幼年逃离中国到了香港 后来又从香港来到密西西比和三角洲定居下来 他讲述了在南方受到歧视的经历 在中学里有很多打美式橄榄球的同学欺负他 他到校长那里去告状 校长告诉他要像个男子汉一样捍卫自己 这是很美国式的教育 史蒂夫说那些家伙体重都有200磅 250磅 而他只有100磅 他根本没法保护自己 很幸运的是 史蒂夫在艺术里找到了化解歧视的渠道 南方乡村的华裔不仅仅是少数族裔 他们是占到当地社区人口1%2%的极少数族裔 他们的处境很特别 他们没有像南方黑人那么受歧视 但也没有得到当地白人的特权 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紧张状态 在纽约这样的大城市 我们对于在街上看到华裔面孔习以为常 但是到了美国南方 尤其是密西西比和三角中这种深南部的地区 你偶尔见到一个华裔面孔的时候总是想 我们500年前可能是一家 南方亚裔社区之间的联系很紧密 大家彼此都很熟悉 这很奇妙 你们拍摄的有些人年事已高 很有可能在他们家人之外 就没有人了解他们的故事了 你们为什么觉得讲述他们的故事很重要 密西西比和三角洲一带 有很多华裔的后代都搬走了 很多人为了寻求更好的经济机会 搬到德克萨斯 加州 田纳西州等地 剩下的多数是老一辈的移民 随着这些人渐渐离世 这些地方的华裔会越来越少 我们觉得在这些故事流失之前 捕捉到他们非常重要 我们想让人们知道 这些人一辈子都在这里度过 尽管他们人数很少 但是他们做出过有意义的贡献 我认为它是很重要的 它是很重要的 它是很重要的 之前我们失败的贡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